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岁的陈启泰相貌变化较大 年龄大了面相却和蔼了 穿着印花脸帽卫衣的她 搭配一条灰松色休闲裤 戴着标志性的思问眼镜 在美颜滤镜的加持下不见老态 十分动灵 作为前亚视一哥的陈启泰 习惯广东新会 26岁那年 签约无线TVB正式出道发展 曾在95版金庸武侠剧《神雕侠侣》中饰演豪情壮胆 但感情上恶人的影制平一角 电污小龙女的那一幕令无数观众亦难评 与《无限八年约满》结束后 陈启泰跳槽亚视发展主持《百万富翁》 《笑丽亚视》期间 陈启泰出演《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三部曲 让其事业在攀高峰 剧中他饰演的山本一副一振一挟 为情痴狂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后 陈启泰又完美塑造司徒分人 完颜不破角色 被更多的内地观众熟知 除了演员身份 他还当过主持人 歌手 至于感情方面 陈启泰与钢琴老师妻子陈一恒 Synthia感情深厚 二人自1998年 拉埋天窗以来已相濡以沫 携手走过25个春秋 但并未生儿育女 今次与张文慈难得去守之际 陈一恒意有露面 见其身穿短款外套搭牛仔短裙 头戴铜色细帆布帽 一身休闲时尚打扮面露参晓 值得一提的是 张文慈在文案中 还有提到今日见到很多新朋友 其中身穿白色唐装的老者 是大网红根叔 还有一位中年男子 身份难以认出 为了 张文慈透露称根叔比我们还多粉丝 一个百万富翁 一个亿万富翁 看来是来头不小 应该是与短视频直播带货有关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